今天给大家讲解 石榴盆井怎么样可以多花多果 石榴作为盆井中的佼佼者 无论是官叶光花光果都占有一席之地 想让石榴盆井多花多果 应注意以下几点 1.每一至两年翻盆一次 2.施肥食因施寒零较多的液肥 并适当施几次0.2%的磷酸二氢钾 3.石榴运累期除光照充足外 还要控水使盆土偏干 在叶片轻度发粘时 可先把石榴移至避阴处 带盆土和石榴植株温度有所降低后 再向叶面喷洒清水 夏季可以适当放在烈日下直晒 越晒花越艳果越多 4.瘦粉时间最好在早晨进行 中午天气炎热对其瘦粉不利 5.轻度缩减有利于中短质干的生长 有利于花芽的形成 有利于植株结果 当年生长的新枝一般不会开花结果 所以对于去年形成的枝条 一定要慎重对待 让大枝条及上面外面的枝条稀疏一些 让下面里面的小枝条蜜一些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树三蜜 关注我 了解更多盆景小知识